朋友们好,欢迎收听阿清讲的故事。 喜欢记得,帮忙订阅点赞评论下吧。 这期继续分享遨游第36集,齐雅如到来,负责监督的韩万山立即将录像点开。 齐雅如坐在车内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管如燕是在两个小时前到达,穿了一件水蓝色的超短裙, 肉色丝袜,白色细高跟,整个人打扮得非常时尚。 虽然已年过四旬,但在化妆品的打扮下,看起来倒是年轻很多, 配上这身打扮,倒能够勾起男人原始欲望。 管如燕到达以后,上楼后很快就下来,显然是苏定天没在家。 之后,她又在小区广场假装转圈,打发时间。 最后到楼道里,等待苏定天回来。 苏定天回来后,两个人在楼道里对话不到一分钟, 但苏定天非常紧张,对话过程中不停四处看,最后匆忙上楼。 齐雅如抬手看看时间,上楼一个小时了。 韩万山点头,是一个小时了。 我们需要做点什么?就在这里等。 齐雅如语气无比坚定。 韩万山点头,齐雅如两个人坐在车里等待。 转眼过去三个小时,天已黑透,还没出来。 齐雅如微微醋眉,感觉有点不对劲,估计不会出来。 她给陆宇打电话,萧梦辰帮助接听,陆宇已被接回。 齐局长,怎么样? 陆宇主动问道。 已经进去了四个小时,还没出来,怎么办? 齐雅如声音中都是不爽,显得很愤怒,已经猜到两个人在发生什么。 陆宇略作沉默,开口说道,你撤回来,让韩万山继续监督。 要是我没猜错,今晚恐怕不会出来。 真是一对狗男女。 齐雅如怒火甜胸骂道。 陆宇知道齐雅如就是爱增分明性格,笑着说道,别在意,我们有这个证据,反而是好事。 我明白。 你早点休息。 齐雅如虽然很生气,还是反过来安慰道。 陆宇嗯了一声。 齐雅如挂断电话,看向韩万山,你辛苦一下,监督一晚,争取有收获。 韩万山并未感觉辛苦,相反立即笑着摇头,不辛苦。 齐局长放心就好。 看到李杰和马浩都相继提拔,韩万山也心动。 最重要的是给陆宇干事,不用担心前途,更不需要送礼送钱,这样领导,辛苦也值。 齐雅如也知道韩万山心思,但没说什么承诺,水到自然城,叮嘱几句,转身离开。 苏定天房屋内。 他和管如燕两人并不知道已被人监控。 你以后要少来我这里,现在纪委监委进驻调查,风声鹤唳,我们都要小心。 苏定天将管如燕安辅住,说出自己顾虑。 管如燕现在是身心满足,心中最满足的就是自己又多了一份要挟苏定天的证据。 他将头在苏定天的怀中拱了拱,撒娇说道,人家这不是一个人孤单寂寞,看不到复仇希望吗? 丁立强在纪委监委被人灭口,不管什么原因,焦泽磊就是最该负责的人。 现在公安局已进驻纪委监委,你应该每天去纪委监委,追他们调查焦泽磊,挑拨陆宇和焦泽磊的关系才对。 苏定天对管如燕缩时道。 管如燕顿时来了精神,坐直身体,根本不顾春光泄露,看向苏定天,你是不是与焦泽磊有仇? 苏定天瞪了管如燕一眼,焦泽磊与陆宇是一派的人,让他们互相敌视,狗咬狗,明白吗? 你别生气吗? 人家这不是想了解清楚,然后好知道怎么替你办事吗? 管如燕焦滴滴地说道,苏定天瞪了一眼, 没再说话 我今天太累了,睡一晚再走,之后我不来了 管如燕非常聪明地说道 苏定天闻听这样安排,也不好说什么,只能是点头同意 管如燕抱住苏定天,拱进怀中,小鸟依人 苏定天想到宁柳妮,对于怀中的管如燕,默默祈祷不要过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管如燕不知道苏定天如此狠辣 第二天早上,天蒙蒙亮时,她就从苏定天界中偷偷摸摸出来 一夜未睡的寒万山,看到管如燕出来,果真睡一晚,心中狂喜 拿出手机,还专门拍了几张高清照片,留作证据,接着给陆宇拨打电话报告 苏定天和管如燕并不知道这一切 医院内,陆宇刚刚起床,韩万山电话打进来 肖梦辰刚刚按下接通,韩万山声音在电话另一段欣喜传来 陆局长,早上五点半,管如燕从苏定天家中刚刚离开 走的时候非常谨慎 睡了一晚 陆宇欣喜何时? 应该是 反正从进去就没出来 韩万山陈述客观事实,没有主观一段 陆宇,把录像整理一下,截取中间关键部分给我送过来 我一会儿送来 韩万山当即答应 陆宇让肖梦辰挂断电话 肖梦辰看到陆宇满脸笑容,撇撇嘴,娇称道 你们这些男人,思想就肮脏,在一个房间住一晚上就有事 没事他跑到苏定天界中干什么 陆宇笑问 要是按照你的逻辑 我现在天天与你住在一个病房 是不是我们也有事 肖梦辰突然满脸盈盈笑意地看向陆宇问道 陆宇 这个丫头,原来是等着用这句话算计自己 扑斥 肖梦辰看到陆宇吃瘪不语 忍不住娇笑笑出声 怎么不说话 我们又不是那种关系 我们关系纯洁呢 陆宇只能是硬着头皮说道 肖梦辰听到纯洁,脸色反而很难看 狠狠瞪了陆宇一眼 没说话,转身就要走 陆宇手机又一次响起 肖梦辰看到是焦泽雷打来电话 还是连忙帮助接通 陆县长,起床没? 焦泽雷声音充满疲惫和凝重 陆宇也变得严肃,连忙说道 焦书记请指示 你说话方便不 焦泽雷谨慎问道 肖梦辰开门出去 将门关闭 焦书记说吧 现在就我自己 陆宇对着电话另一端说道 帮我研究一下 怎么攻破宁柳妮 我们昨天努力了一晚上 一无所获 这个女人好难缠 焦泽雷语气中充满自嘲 非常失望 陆宇想到自己面对 凝柳妮时的吃别 立即明白焦泽雷的感受 不过 他眼中突然放出亮光 我倒是真有一个好主意 陆宇声音中 带着难以抑制的兴奋 什么好主意 快点说说 我就知道你脑子活 办法多 焦泽雷也被带动的情绪好转 充满期待 我之前一直安排人 在监控苏定天的家 陆宇如实说道 监控苏定天的家 焦泽雷语气中 都是震惊和疑惑 我不是故意的 只是阴差阳错 陆宇将为何监控解释清楚 毕竟这种行为 很容易让人谨慎 焦泽雷听完 也是松口气 谁都不想被监控 谁都不想与这种暗中 监控别人的人交往 毕竟谁知道 哪天官场翻脸 来个反歌一击 你说这些 就算可以怀疑宁柳妮 和苏定天关系不一般 可也没真凭实据 还不能把宁柳妮怎么样 焦泽雷慎重说道 的确是 但昨天晚上 我们有个重大收获 陆宇神秘说道 什么重大收获 焦泽雷再次语气充满激动 昨天晚上丁立强老婆管如燕 在苏定天的家中留宿一夜 陆宇将情况介绍一遍 焦泽雷思索好半天 才试探问道 你想用这件事驱狼竹虎 让宁柳妮愤怒苏定天对吗 就是这样 我相信现在宁柳妮肯定很郁闷地待在里面 要是看到苏定天还在外面风流快活 或许忍受不住怒火就发泄出来 焦泽雷略做思考 欣喜说道 这倒是有可能 你把监控录像一会儿找人给我送来 我试试 没问题 辛苦焦书记 陆宇爽快答应 你更辛苦 我真盼你的伤快点好起来 然后就可以放开手脚 与丰都线的这些腐败势力做斗争 焦泽雷语气中充满期待和感慨 我也期盼 陆宇感叹说道 焦泽雷挂断电话 半小时后 韩万山将监控送到 陆宇让齐雅如去纪委监委调查 顺便带给焦泽雷主任 齐雅如来到纪委监委门口时 看到门口站了几十人 披麻带笑 手中举着白色横幅 杀人偿命 给死者家属交代 还死者一个公平 洗清丁立强罪名 他是烈士 齐雅如眉头忍不住拧成穿字 这些人真是敢说敢想 而管如燕看到警车 更是直接冲过来 张开双臂 将警车拦住 你们一定要严查焦泽雷 他就是最大贪官 就是害死我老公丁立强的罪魁祸首 齐雅如打开车门下来 管如燕 你冷静 这件事我们正在调查 一定会查明真凶 管如燕看到是齐雅如 知道就是陆宇嫡系 痛恨自己老公的一派 扭头看向旁边人 大声哭着喊道 人走茶凉 我老公的副局长位置 就是被这个女人抢走 他们都不破案 狼狈为奸 都是贪官 失声痛哭 楚楚可怜 将同来人的愤怒彻底调动 齐声高喊 贪官 齐雅如气得差点将都理监控录像拿出来 打脸管如燕 一边在苏定天的床上享受快乐 另一边叫嚷着 要给自己的老公报仇 什么玩意 简直就是戏精 管如燕见齐雅如不说话 以为理亏词穷 变得更加来劲 就应该将你们这些警察抓走才对 你们才是最大贪官 与齐雅如同来的警察 纷纷上前 露出警示 齐雅如却没说话 而是看向走出来的曹光辉 这是纪委监委门口 这里有负责上访接待处理的人 与自己无关 曹光辉分管接访工作 听到被堵门口 很是郁闷 黑着脸走到人群面前 冷声说道 你们有情况正常登记反应 我们会如实记录核查 这样大吵大闹是怎么回事 你谁啊 我要举报焦泽磊是大贪官 你能管吗 管如燕跳着脚质问 曹光辉听说要告焦泽磊 怒火反而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欢喜 但还是表情非常严肃地说道 我们焦主任就是一个清正联名的官员 怎么可能是贪官 你不要在这里瞎说诬陷 否则我让警察把你们抓走 说完 看向旁边的齐雅如 齐局长 你们将这些人带走调查 看看他们是不是故意来闹访 现在 曹光辉就希望双方闹得激烈 那样才好 搞臭焦泽磊就更好 齐雅如面无表情地说道 曹主任 我们警察办案 是要接到报案才出警 你们纪委监委需要先报案 我们才会出警处理 本来满是期待的曹光辉 仿佛被浇了一盆冷水 没想到齐雅如站在旁边 却要公事公办 挑拨离间没成功 反而让自己站到管如燕对立面 管如燕也对曹光辉恼怒憎恨 横眉怒目 曹光辉只能是脸色阴沉 看向管如燕 丁立强死亡一案 公安局齐雅如同志正在带队调查 他们一定会查清真相 你有什么需要 应该去问公安局才对 霍水东吟 还想将火烧到齐雅如身上 管如燕来这里闹事 是想让陆宇和焦泽磊两人发生冲突 他已听出曹光辉是同样目的 目光看向齐雅如你们调查出原因了吗 不要搞个官官相护 曹光辉怒火消失 眼底含笑看热闹 暗赞管如燕很上路 竟然懂了他的意思 齐雅如同样不傻 已经看出两人心思 心中冷笑 冷着脸说道 丁立强案子 纪委监委这边是曹主任负责 杀死丁立强的纪委监委人员 叫向松生 是曹主任重要手下 曹光辉眼底笑容消失 脸色气得发白 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齐雅如真损 竟直接推到他身上 管如燕也被搞猛 没想到齐雅如一点不懂官场面子 直接将曹光辉交代出来 齐雅如继续装作一副热心肠 微笑看向管如燕 你可能不认识曹书记吧 抬手一指曹光辉 他就是 曹光辉差点爆肝 齐局长 你说话注意些 小心我告你诽谤 曹书记 你难道不是曹光辉曹书记吗 齐雅如故意装糊涂 诧异询问 你 曹光辉对齐雅如偷换概念 很恼火 我会查清丁立强的死音 会给家属一个交代 齐雅如突然提高声音说完 带人进入院内 不再理会管如燕上访 曹光辉和管如燕都很郁闷 管如燕也只能是继续假装闹访 否则路线 曹光辉只能是苦哈哈地 亲自处理这件事 两个算是半盟友的人 开始配合演戏 进去的齐雅如已经来到焦泽雷办公室 焦泽雷刚刚从窗户边返回 他看得清清楚楚 笑着夸赞道 齐局长做得不错 焦书记过奖 我觉得这个管如燕来的有些问题 齐雅如沉思说道 你是怀疑苏定天暗中指使 焦泽雷直接询问 齐雅如点头 那就再等等 他们还会再出招 现在还是先解决宁柳妮的事 焦泽雷说道 齐雅如将录像给了焦泽雷 焦泽雷看后 沉思好半天 我觉得陆县长亲自来谈比较好 为何 齐雅如一问 陆雨灵活聪明 而且更能激起宁柳妮的愤怒 这样可能会让他激动下失去理智 露出马脚 焦泽雷认真分析道 齐雅如点头 道也是 我去接他 焦泽雷同意 齐雅如去接陆雨 车上 齐雅如将管如燕闹访 以及关于焦泽雷对宁柳妮的态度 都告诉陆雨 陆雨沉默没说话 齐雅如等了好一会儿 还是没听到陆雨说话 忍不住醋眉 透过后视镜看向陆雨 你怎么不发表意见 我明白了一件事 陆雨突然双眼放亮说道 什么事 齐雅如将车停在路边问道 宁柳妮那天界中去的四个人 可能就是苏定天安排的人 陆雨沉思分析 苏定天安排 齐雅如带眉拧成川字 不能那么变态吧 按理说 宁柳妮就是她的女人 还有她的身份也不适合 那是常理 但不能用常理来推测 更何况 她也可以示意别人来做 陆雨顿了顿 秦川因为亡宁的事折戟沉沙 这件事肯定震撼每个人 苏定天不可能不害怕 齐雅如点头 那你的意思是 那几个人对宁柳妮做了畜生行为 然后录像要挟了 这个可能性至少要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四 齐雅如倒吸一口气 脸色变得非常凝重 更是带出一种淡淡恼火之色 看来管如燕的这个录像用处更大了 陆雨欣喜说道 为何 齐雅如追问 我最初是想用这个录像告诉宁柳妮 苏定天还与别的女人有关系 但现在要是管如燕真的与苏定天有关系 宁柳妮却被苏定天那样安排 你说宁柳妮会不会疯狂 陆雨冷静问道 一定会疯狂 齐雅如惊喜肯定 太好了 一会儿见到宁柳妮 这就是我们的突破点 你把宁柳妮第一次去苏定天家中录像 还有四个人到凤凰城的录像都给我准备好 陆雨自信地说道 齐雅如也是满心欢喜 立即启动车子 朝纪委监委赶去 他们到达时 管如燕等人都已被劝离 陆雨和焦泽雷简单交谈几句 就被送进关押宁柳妮的房间 里面两名纪委监委的干部正在审讯 但两个人都弄得像是喉咙塞了苦瓜 垂头丧气 反倒是宁柳妮双眼放光 充满得意 甚至是战意 看到陆雨进来 宁柳妮的怒火 就像是被浇了一桶汽油 咬牙切齿 陆雨 你个小人 为了扳倒我 又是突查我家 又是让纪委监委把我带来问话 阴险至极 你不得好死 纪委监委两个干部 看到陆雨被焦泽雷送进来 纷纷起身打招呼 其中一个女干部 看向宁柳妮 请你说话注意 注意个屁 我告诉你 陆雨才该查 她不仅与公安局的齐雅如 关系不清不白 而且还有医院的肖孟辰 暧昧无比 甚至男人的隐私 都被肖孟辰看了 她有严重的作风问题 你们为何不查 宁柳妮声色俱立 无比愤怒地吼道 纪委监委两个干部 被弄得无奈 沉默看向陆雨和焦泽雷 我们出去吧 焦泽雷看向两个干部说道 两个人疑惑地看了一眼陆雨 这是纪委监委 不应该让陆雨这个外人 与宁柳妮单独相处才对 焦泽雷没再说话 而是转身出去 两个人也只能是跟出去 屋内剩下陆雨和宁柳妮两个人 宁柳妮更加愤怒 死死地盯着陆雨 双眼都要喷火 要不是陆雨 她不会被苏定天安排人 给强女干录像 更不会被纪委监委调查 您主任 我们坐在这里聊天 我也没想到 陆雨首先开口 这不都是你的安排 你梦想的结果吗 少在这里猫哭耗子 假慈悲了 宁柳妮冷笑说道 我说过 我是公安局干警的家长 你们每个人 我都非常关心 虚伪 宁柳妮冷笑 既然你关心 那你就让纪委监委 把我放了呀 陆雨摇头 那不是我的权利 那你说这些屁话 有什么用 宁柳妮呵斥 你自己要是没事 自然可以出去 我有什么事 你们不就是盯着 我的财产吗 我已经说过 那些钱 是我男朋友 给的分手费 我这些年 谈了很多男朋友 他们都有钱 都给我钱 这难道犯法吗 宁柳妮冷笑 高傲质问 这个是你个人隐私问题 我不管 陆雨说道 你也管不了 就像你 现在不也脚踏几只船 是不是也被人包养了 宁柳妮嘲讽刺激陆雨 陆雨已经知道 这个女人就是厚脸皮的死猪 不怕开水烫 她知道 与其针锋相对 毫无作用 看向门口 齐局长 你进来吧 齐雅如推门进来 手中拿着笔记本电脑 播放出来看看 陆雨不理会 宁柳妮脸上的好奇说道 齐雅如将笔记本电脑 放在桌子中间位置 正好陆雨和宁柳妮的 两个角度都能看到 很快录像播放出来 但播放的 却不是管如燕 昨晚录像 而是之前宁柳妮 去苏定天家中的录像 宁柳妮看到这个录像 脑袋就要炸裂 非常诧异 这是王泽雨的事情发生后 他去求助苏定天那天的录像 当时还住了一晚 还与苏定天滚过床单 陆雨竟然知道 心中发慌 陆雨目光一直盯着宁柳妮的表情 看到变化 就知道宁柳妮与苏定天 肯定有关系 呵 我去找苏书记汇报工作 这有事吗 宁柳妮很快恢复冷静 看向陆雨冷笑问道 她现在很清楚 不能说 不能承认 否则自己的录像就要泄露出去 自己彻底完蛋 必须要顽固到底 陆雨没说话 而是看向齐雅如 播放一下昨晚的录像 齐雅如点开管如燕 去苏定天家中的录像 宁柳妮看到管如燕打扮 就知道没好事 一举一动的谨慎就像做贼 再看到管如燕与苏定天见面 苏定天慌乱地不停看向四周 偷情经验丰富的她 立即明白两个人之间关系不纯 等再看到两个人上楼 之后 是凌晨管如燕 鬼鬼祟祟地从楼里出来离开 宁柳妮肺子都要气炸 苏定天有了别的女人 在想到对自己的龌龊安排和录像 怒火填胸 但她努力控制 看向陆雨 突然冷笑起来 既然你们怀疑这个女人 与苏定天偷情 你们为何不让纪委监委 去调查苏定天 陆雨淡然一笑 根本没说话 而是看向齐雅如 播放一下凤凰城录像 宁柳妮听到凤凰城 脑袋就是一阵大 有种不好感觉 齐雅如点开录像 里面很快出现云姐 带着三个男人进入二单元 之后离开的录像 宁柳妮看到画面中的四个人 全身冰凉颤抖 内心有种莫名紧张和恐慌 她感觉自己一颗心都要零碎 难道陆雨知道了 连忙看向陆雨 陆雨却根本没看她表情 齐局长 我累了 推我出去 齐雅如微微一愣 没想到陆雨什么都不说就要走 但她还是照办 推着陆雨就走 宁柳妮也是看蒙 不明白陆雨什么意思 但她也没说话 但见新人笑 哪见就人哭 陆雨到门口时 随口嘟囊道 宁柳妮表情剧烈变化一番 看着陆雨离开 依旧沉默 焦泽雷办公室内 陆县长 刚刚你这场戏是什么意思 焦泽雷看向陆雨问道 齐雅如也是不解地看向陆雨 给宁柳妮看了三个录像 却留下一句话就走 匪夷所思 陆雨淡然一笑 现在可以确定 宁柳妮与苏定天 是不正常的男女关系 管如燕也是 宁柳妮现在肯定是有把柄 在苏定天的手中 所以才顽固抵抗不交代 焦泽雷和齐雅如点头 赞同陆雨分析 刚刚我进去的时候 宁柳妮非常暴躁狂傲 但是我走的时候 她却非常安静 那就说明 现在三个录像 已经在她心中 形成强烈的震撼 让她内心非常复杂 陆雨继续分析道 那你为何不趁机 攻破她的心理防线呢 齐雅如看向陆雨问道 陆雨笑着摇头 现在不是时候 什么意思 焦泽雷追问 陆雨 我们现在要是追问 恐怕宁柳妮会和我们讲条件 还会故意不说 但是等我们将这件事放下 现在什么都不说 让她一个人心中开始凌乱不安时 她会承受不住压力和痛苦 主动去说 焦泽雷再次豁然开朗 兴奋点头 高明 真是高明 肯定会心交得难以控制 齐雅如也对陆雨非常赞同 不过 这只是一方面 我更大的目的是让苏定天他们心中不安 他们不安 才会采取行动 才会露出更多线索 陆雨嘴角弯起身意弧度 透着一股浓浓笑意 焦泽雷已经兴奋地对陆雨竖起大拇指 好啊 真是高明啊 焦书记过奖了 不过我还有事 需要焦书记帮忙 陆雨连忙说道 你说 焦泽雷欣喜说道 这件事对方要是拖的时间久了 难免会想其他方法 那时候 估计就会让纪委监委内部的人开始行动了 或许就是我们破获丁立强案件的好时机 陆雨沉思说道 焦泽雷和齐雅如已经震惊地无法形容 陆雨这就是环环相扣 让对方陷入了无穷无尽的限制住 他们两个人的脸上都是兴奋笑容 你这只小狐狸 简直把人心都算寄透了 齐雅如欣喜地说道 陆雨反而被说得老脸一红 哈哈 焦泽雷大笑打圆场 我一定会安排嫡系 加强看管 不会再发生丁立强的事 也未必不发生 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让宁柳妮感受到危险 或许就会崩溃交代了 陆雨又满是深意笑容说道 小狐狸 这个形容真是太对了 这回连焦泽雷都忍不住夸赞道 陆雨脸通红 大家又聊了一些细节后 陆雨被齐雅如推走 焦泽雷立即开始部署 王安光办公室内 曹光辉半个屁股坐在沙发上 非常谨慎地看着王安光 他是王安光的嫡系 安排在焦泽雷身边 制衡焦泽雷的人 管如燕的事处理完毕 立即来向王安光汇报 管如燕大闹纪委监委 焦泽雷什么都不管 王安光气呼呼地问道 是啊 现在这件事公安局也不管 焦泽雷也不管 就成为我分管街坊工作的事了 曹光辉有些无奈和憋屈 王安光沉默片刻 这件事先等等再说吧 不要急 曹光辉有些失望 本以为王安光会给他撑腰 给焦泽雷施压 没想到竟然没理会 还有其他事吗 王安光又问道 没事了 曹光辉知道是让自己走 连忙站起身 我先走 王书记您忙 王安光点点头 什么都没说 曹光辉带着满脸疑惑出去 王安光脸色非常难看 曹光辉虽然是他嫡系 但这就是一颗摆在明面的棋子 他从来没有让曹光辉做违法的事 上次杀死丁立强 动用的是向松生 那是他隐藏的嫡系 现在调查向松生杀死丁立强这件事 管如燕一直大闹 并不合适 但也不能让曹光辉过分阻止 所以有些头大 思索半天 拿起电话拨打苏定天的电话 苏定天正在办公室忐忑不安 今天管如燕来大闹纪委监委 政法委同在县委大院 自然清除 只是无功而返 有些失望 而宁柳妮被抓进去 一直没信 同样紧张 就算是有录像要挟 万一宁柳妮承受不住压力 交代了怎么办 就在这时 王安光电话打来响起 苏定天看到电话号码 连忙深吸一口气 压下紧张接通电话 王书记好 王安光努力控制怒火 尽量平和地说道 宁柳妮进去 你那边有消息吗 没有 苏定天失望回答 但接着问道 王书记那边有消息吗 没有 王安光回应 苏定天更加失望 现在纪委监委也很热闹啊 丁立强老婆管如燕在不停追闹 要求查清死因 王安光似乎无意地说道 是啊 我听说了 苏定天不明白王安光的意思 只能随口应付 是不是你安排的 王安光突然提高声音问道 苏定天吓了一跳 没想到王安光会发怒 丁立强以前是你的嫡系 投靠秦川 你之前提拔丁立强 就是因为管如燕对吧 王安光立声质问 苏定天脸色苍白 额头开始冒出冷汗 不明白王安光为何突然说起这件事 管如燕不要再闹访了 这件事已经影响够坏 你难道希望将整个纪委监委惹怒 然后让你们正法系统天翻地覆吗 王安光声音都是怒火 苏定天想到纪委监委愤怒后果 吓得全身都是一颤 王书记放心 我立即安排 看是要从全局着手 不要片面 同时管好自己的裤腰带 王安光啪的一声 将电话挂断 苏定天在电话另一端 已经下的衣服都湿透 还是第一次看到王安光 如此愤怒发火 另一边的王安光 心情算是舒畅一点 现在他不想查清 向松生杀死丁立强的事 担心查到自己身上 管如燕大闹 其实就是在步步紧逼他 自然对于背后指使者 苏定天非常恼火 苏定天不知道这些 沉思片刻 立即给管如燕打电话 管如燕正在家中 整理他和苏定天床上的录像 苏书记好 管如燕甜蜜蜜声音 在电话另一端传来 苏定天闻听 忍不住全身都是一阵 鸡皮疙瘩 很不舒服 这要是小姑娘 这样甜蜜蜜 或许是可爱 让人神魂颠倒 可这样一个老女人 那不是可爱 而是可怕 不过 他还是连忙控制住内心这种想法 唯心笑道 如燕啊 今天去纪委监委门口大闹 辛苦啊 不辛苦 人家愿意为你做各种事 只要你开心的事 就是我愿意做的事 管如燕说的 让人如沐春风 要是此刻穿上女仆装 绝对能让人怀疑 就是一个女仆 对主人无比忠诚听话 但对苏定天来说 却有种可怕 他现在发现管如燕 比宁柳妮更难缠 宁柳妮好歹还是公职人员 内心还有底线和慰藉 但管如燕不同 就是家庭妇女 现在还是一个寡妇 她有什么好可怕的 想到王安光的愤怒 看来想安抚住这个女人 难度不小 她索性就不卖关子 直奔主题 如燕 最近纪委监委 进驻政法系统调查 他们现在神经高度敏感 今天你去闹事 对方调查明显加大力度 下面人叫苦连连 我想 苏定天停顿下来 没再继续 另一边的管如燕已明白 苏定天是不想让她闹了 很乖巧地说道 那我最近老老实实 不去闹事 苏定天一阵愕然 没想到管如燕自己就承诺答应 免费口舌 非常高兴 忍不住激动 说道 如燕真是好女人 谢谢苏书记夸奖 你有什么要求 都可以告诉我 我会满足你 管如燕依然一副 非常体贴语气说道 好 非常好 苏定天乐得闭不上嘴 现在又觉得 管如燕比宁柳妮要好 另一边的管如燕 也没再发嗲 更没提要求 就是平静地笑着 苏定天又安抚两句 将电话挂断 她眉飞色舞 去了快心病 而管如燕却脸色冰冷 冷哼道 姓苏的 你以为老娘就那么容易被你玩 这么多年 老娘早就知道你的的品性 你等着的 要是不让老娘我舒坦 我一定会让你成为热锅上的蚂蚁 管如燕目光落在屏幕画面的录像上 嘴角冷意更浓 老色鬼 小心我让你身败名裂 录像就是一把抵在苏定天胸口利剑 苏定天必须要跪在他的石榴裙下 否则一定会让他成为第二个秦川 甚至锒铛入狱 苏定天根本没想到温柔体贴的管如燕 会为他准备好惊喜大餐 接下来几天 相对比较平静 纪委监委调查有序推进中 焦泽磊按照陆宇的安排 秉承着查而不咎的态度 并没采取实质行动 这让很多人都开始思想麻痹 但私下里已对重点案件进行排查 尤其是一件简刑案件 公检法司都牵扯其中 公安局调查丁立强被杀这件事 也只查不采取行动 当然 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舒坦 宁柳妮依然被纪委监委调查中 非常不舒服 但只是调查 并未深入 一直不放出来 这让他时不时就变得恼火起来 尤其想到苏定天 对自己做出那样凶残的事情 之后又与管如燕在一起 恨得咬牙切齿 他的心态开始慢慢变得焦虑起来 苏豪很开心 他的小电影事业 让他裁员滚滚 竟真的快要凑够一个亿 竟拍土地的钱 基本准备差不多 但他不知道 这就是在加快给自己掘幕 更是在加快自己老爸苏定天 从政法委书记位置上滚蛋 给陆宇让位 陆宇最开心 经过这几天 他现在已经在一个人的搀扶下 可以行走 距离康复真的不远 他在病房内 刚刚走完几圈 虽然额头都是汗水 但是非常高兴 一直搀扶他的肖孟臣 额头也都是香汗 看到陆宇高兴模样 他心中反而有些失落 陆宇伤好了 就不会天天与他在一起了 这段时间 他已经习惯了与陆宇在一起的日子 想到陈陵云一直虎视眈眈 他内心有些紧张不安 吃呀 病房门推开 接着是女人身上的觅人香味 扑面而来 再接着就是高跟鞋的大大圣 肖孟臣心中暗道 真是不禁念叨 想到圣陵云 圣陵云就来了 陆宇也知道是圣陵云来了 抬头看去 成陵云穿了一身黑色小西服 白色衬衫 脚上踩着黑色系高跟 整个人身上散发出干练霸气气息 霸道女总裁的气势 瞬间笼罩整个房间 不过 感受到陆宇目光 立即眼中充满盈盈笑意看来 发现陆宇额头都是汗水 再看向旁边肖孟臣 额头也都是汗水 翘脸微红 她忍不住 眉头微微猝动两下 笑着问道 你们干什么了 怎么都是一身汗 陆宇真想直接低头不语 这女人 可是董事长啊 竟说话这样直接 至于肖孟臣 都有点无语地想发火 说什么呢 还不如直接问是不是干坏事好了 不过 她没发火 那样显得她就落了下诚 恐怕会在陆宇面前失分 刚刚陆宇练习走路 过去需要两个人搀扶 现在一个人搀扶就行了 圣灵云文听解释 心中暗暗赞叹 肖孟臣是真聪明 刚刚她就是故意那样说 想看看肖孟臣会不会心虚发火 要是发火影响肖孟臣在陆宇心中形象 结果如此平静 那就说明两个人之间没任何事情 这让她虽然失望 但也非常高兴 笑着说道 恢复得不错 过不了多久就可以跑了 这都要感谢你的中药膏 否则不能这样痛快 陆宇笑道 圣灵云盯着陆宇 嘴角弯起完美弧度 这个家伙 现在很聪明 与他说话 既不称呼圣董让他生气 也不喊灵云 让他内心甜蜜 嘴角微微勾起 我还等着你恢复了 帮我将那片的拿下来建文化街呢 陆宇听说土地 猛然想起班说道 那片土地 今天下午召开县政府党组会 研究出售的事 我就是知道这件事 所以才来 圣灵云言归正传说道 陆宇看眼对面椅子 示意圣灵云坐下说 我去看看病人 你们聊 萧梦辰淡然一笑 转身出去 你的梦辰丫头不仅体贴 还非常温柔可人啊 圣灵云故意挤挤眼睛 对陆宇说道 陆宇明白 圣灵云这是故意叹话 询问两个人关系 他没解释 而是表情凝重的沉思道 我看了他们的讨论预案 那么大一片土地 竟然竟拍价起价要三千万 这个价格简直就是白菜价 若是没猜错 真就是有人在背后打这片土地主意 圣灵云见陆宇转移话题 暗则小狐狸 但也没纠结在感情问题上 恢复严肃说道 这件事情拍价多少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想出多少钱 陆宇知道圣灵云财大气粗 为了他挣挤 多少钱都愿意 开口劝道 你也不要给得太高 一方面确实不值 另一方要考虑到 你横刀夺爱 对方憎恨报复 可能会让你陷入被动和危险 我喜欢的东西 就算被人说是横刀夺爱 我也不怕 圣灵云表情严肃的盯着陆宇说道 陆宇明白 圣灵云的这句话是在告诉他 他就是喜欢自己 不怕别人说 他尴尬微笑 没有解释 我来就是提醒你 不用在开始阶段去阻拦他们计划 等待后面 只要我进去 这池子水 我肯定有信心脚合魂 圣灵云脸色严肃冰冷 显然他对别人暗箱操作非常恼火 我明白 你放心 陆宇严肃回应 圣灵云焊手 那我先走 慢走 陆宇说道 圣灵云点头 但走到门口突然停住 转头看向陆宇 我这里有个别墅钥匙 你要不 陆宇一愣 但连忙摇头 我有地方住 现在上门女婿很流行 有兴趣没 圣灵云忍笑对陆宇眨眨眼睛 陆宇 咯咯 成灵云发出银铃般笑声走出去 陆宇满脸无奈 这女人 总是戏耍她 下午两点钟 陆宇来到县政府会议室 召开党组会 陆宇进入会议室 里面已经坐了两个人 一个文志彬彬 戴着眼镜 给人一种书卷气息的男人 他叫江志广 是丰都县发改委主任 另一个是戏长脸 单眼皮小眼睛男人 不苟言笑 给人一种高深莫测 他叫廖君 是县政府副秘书长 这两人都是县政府党组成员 两个人看到陆宇 都纷纷站起身 满脸笑意 恭敬地说道 陆县长好 廖秘书长 江主任好 陆宇也连忙客气回应 作为刘云峰的秘书 他对两个人都非常熟悉 江志广是靠才华走上今天的发改委主任 陆宇很钦佩这个人 至于廖君 那是王安光的嫡系 硬生生塞在这里 制衡锐进兴 放在县政府的耳目 要不是因为王安光的原因 不可能成为县政府党组成员 陆宇虽然知道 但现在依旧非常客气 官场讲究一团和气 他怒怼王安光 不怒怼所有人 陆县长真是火箭速度提升 让我都羡慕 廖君毫不掩饰 内心羡慕说道 是啊 陆县长这个提拔速度是真快 不过配上他的能力和干出来的事 我很佩服 江志广同样带着感慨说道 两位见笑 大家各有所长 都是干工作 陆宇谦虚回应 不一样啊 廖君脸色毫无表情地摇头 过去我是你领导 现在你是我领导 这角色需要转变 更需要去适应 陆宇已经听出廖君内心逆威 但还是微笑说道 廖秘书长是我前辈 我不懂得还会向你请教 廖君微愣 没想到陆宇这种心胸 心情舒畅不少 感慨道 后生可畏 后生可畏 陆宇心中暗暗赞叹这个廖君 虽是王安光的人 但是表现得却很灵活 并不是那种一门心思怒怼敌人的人 这个人 陆宇没看懂 就在这时 洪兴泽等人陆续到来 纷纷打招呼后坐在各自座位上 等待开会 杨永江作为常务副县长 倒数第二个来到 正好与他身份匹配 柳东邦最后一个 准时到达 他坐在中间主位 扫视一圈众人 笑着说道 这还是我上任后 第一次召开县政府党组会 我们这回也算是见面会了 众人微笑点头 我们今天开会 就一项议程 关于丰都县开源地块出售拍卖的事 我们要形成一个县政府决议 然后上报县委 常委会通过以后 才能竞拍出售 柳东邦简单介绍开会目的 众人提前都已知道 所以纷纷点头表示明白 这件事是星泽县长负责 这是他分管住建和国土工作后 负责的第一项工作 组织和规划都不错 值得表扬 下面请星泽县长 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柳东邦说完 微笑看向洪星泽 洪星泽本就带着沉稳干练气息 此刻让他介绍 这种气息更加浓烈 表情严肃地对众人点点头 我简单介绍一下 十几分钟后 洪星泽将关于那块土地的事 全部介绍完毕 看向柳东邦 柳县长 我介绍完毕了 柳东邦汉手 看向众人 大家看看 有什么想法 杨永江抬手拿起水杯 假装喝水 但目光在众人脸上扫过 似乎想知道 有谁会反对 这个竞拍起价三千万 是他和洪星泽研究后确定的金额 他们设想溢价三倍 也不会超过一个亿 可以让苏定天儿子苏豪 几乎白捡这片土地 现场安静下来 都没说话 柳东邦也没追众人 甚至会前 他都没与陆语通气 大家都提提意见 我第一次负责住建和国土工作 有些不科学的地方 我正好可以借机学习一下 洪星泽笑看众人说道 虽然说得很谦虚 但他身上那份沉稳气息 让他显得非常自信 柳东邦没说话 只是微笑地又看一遍众人 我觉得这个规划方案可以 廖军首先表态 洪星泽感激点头 我觉得售价三千万太少 怎么就像是白菜价呢 秘书长瑞进兴 立即脸色严肃开口 他对王安光安排在 他眼皮底下的这个眼线很不满 平日县政府很多工作 廖军不配合他 虽为负职 但背靠王安光 加上大家都是党组成员 都是一样权利 他还真不能将廖军如何 如今 廖军赞同 他就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廖军看了一眼锐进兴 眼底都是不满 锐进兴却表情很坚决 持否定意见 柳东邦没任何变化 而是看向江志广 将主任作为发改委主任 对这些更了解一些吧 江志广知道 是让自己发言 连忙坐直身体 柳县长 各位领导 作为发改委主任 我对于丰都县 包括临近县市 以及全国的很多地方土地竞拍销售 都多少了解 这个价格只能说是基本合理 算是靠近下线 但考虑到我们丰都县是农业县 价格倒也可以接受 江主任说得很好 我们作为农业县 就是土地多 所以土地本身就存在价格偏低 杨永江笑着赞同 洪兴泽坐直身体 这次之所以定价三千万 主要考虑中间还有坍塌大楼 上次陆县长在里面解救人质肖孟臣时 发生枪战 有人死在里面 这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竞拍起价 杨永江立即笑着打哈哈说道 是啊 有很多开发商还是避讳这种事 我们这是起拍价 只要到时候溢价一些 我们这片土地卖的价格还是不低的 洪兴泽点头 只要达到四千万 就已经达到正常片上价格 超过四千万 我们就赚不少 两人配合下 将这个三千万说 非常合理 柳东邦依然没任何表情变化 只是目光看向陆宇 陆县长 你觉得呢 杨永江和洪兴泽也纷纷看向陆宇 他们不知道柳东邦的这个嫡系陆宇到底是什么态度 尤其是锐进兴明确反对情况下 陆宇会不会反对 其他人也都将注意力集中到陆宇身上 陆宇没立即说话 而是抬起还不算灵活的手 做事要去翻阅规划 洪兴泽恰好坐在陆宇旁边 侧头笑看陆宇说道 这个规划 与上次在柳县长办公室看到的规划一样 我帮你翻阅如何 陆宇装作很震惊 但也立即说道 要是那个规划 我觉得可以 本来还伸手 想帮忙的洪兴泽 没想到陆宇就这样同意了 有点出乎意料 但也非常高兴 杨永江松口气 只要陆宇同意 估计反对声音会小一半 毕竟陆宇代表柳东邦部分声音 果不其然 陆宇说完 其他人都沉默 不发表意见 柳东邦扫尸一圈众人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 众人沉默摇头 那就举手表决吧 柳东邦看向众人说道 杨永江 洪兴泽和廖军 立即举手同意 陆宇也艰难地 抬起受伤的右臂 表示同意 看到陆宇同意 其他人陆续举手 最后只有锐进兴没同意 柳东邦没表态 前者是明确反对 后者态度 成为大家关注焦点 这个规划 我原则上同意 柳东邦看向洪兴泽 你回去准备一份常委会报告 我提交过去 争取下次常委会能通过 洪兴泽心花怒放 顺利通过 堪称完美 立即点头 柳县长放心 我尽快准备完毕 那就散会 柳东邦站起身就走 众人看着柳东邦背影 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意思 锐进兴看向陆宇 有点失望 怎么会同意呢 不过 他没走 其他人都走以后 过去帮陆宇推轮椅 两个人出来 黄永辉已在门口等待 陆县长 柳县长让你去一趟 陆宇点头 锐进兴将轮椅交给黄永辉 黄永辉推着陆宇 眼底泛起一阵度议 陆宇只是干了三年秘书 就火箭般窜升到副县长 自己也刚来就开始秘书之路 自己能吗 想到之前给黄永辉泄密 结果被陆宇耍了 反而坑了黄永辉 虽然黄永辉没责备 但他也不敢再与之联系 内心非常恼火 陆宇知道黄永辉就是势力小人 对黄永辉沉默根本没有在意 陆宇来到柳东邦办公室 柳东邦停下手中写字的笔 笑着站起身 示意黄永辉出去 今天你表现得不错 柳东邦笑着说道 陆宇危愣 自己没啥表现 怎么夸自己 疑惑地看向柳东邦 等待解释 今天是我第一次召开党组会 不知道党组成员 现在都是什么关系 故意没与你提前通气 让大家自由发挥 现在有了初步判断 柳东邦笑着解释 陆宇恍然 原来柳东邦是在摸其他人的底 若是提前告诉自己 自己发声 很多人就会觉得 是柳东邦的意思 那么一定会影响那些人的表现 如今 自己这种没有沟通的表态 反而让其他人摸不着头脑 表现得更加真实 柳东邦是官场高手啊 想什么呢 柳东邦见陆宇不说话 笑着问道 我在想 以后要多和柳县长学习 陆宇真诚说道 你小子 柳东邦笑着点了点陆宇 接着说道 我是得意于在萧省长身边久了 见得多了官场内部斗争 所以才懂 目光欣赏地看向陆宇 你年纪轻轻 如此聪明有天赋 你才是真正的官场奇才 叹息一声 要是你的仕途能够保持下去 假以时日 我相信 你恐怕不知道要比我高多少个层次 柳县长可不要夸我 我无地自容 陆宇红着脸说道 你小子啊 就别和我谦虚 柳东邦沉默几秒 上次你的政法委书记职务错过 我觉得可惜 你还是要努力 尤其是现在的政法系统 需要你这样的人来 大刀阔斧改变 我太年轻 陆宇坦诚说道 这是劣势 但也是优势 你要辩证看 柳东邦点燃一根烟 现在 你在政法系统中下的这盘棋 要是你当上政法委书记 恐怕会让你政绩直线上升 干好本职 我不会这山望着那山高 陆宇沉静说道 也对 或许你不求 该来的就来了 柳东邦笑着看向陆宇 你说这片的静拍 谁会成功 陆宇知道 柳东邦问的是盛世集团 和神秘静拍者 我想让对方成功 哦 为何不是盛世集团 圣灵云可就是为了你 那个女人可以为了你一掷千金 柳东邦调侃说道 这块地 恐怕会成为很多人的滑铁炉 我们不要干预太多 让那些群蛇乱舞的人都跳出来 才能让我们更好地清理 陆宇坚定地说道 我就猜想你是这种想法 能这样想不错 我们也算是不谋而合 柳东邦赞赏道 陆宇点头 两个人为这种默契感到高兴 又聊了一会儿 陆宇离开 此刻杨永江已来到王安光办公室 汇报关于土地的事 你们做得很不错 竟然能够顺利通过县政府党组会 听完汇报的王安光 很高兴地说道 现在 他就是要快点将这片地拍卖出去 然后让紫情文化传媒公司运转起来 帮助选取风都美女 完成龙少任务 都是王书记指导得好 杨永江很会拍马屁 笑着说道 我没知道什么 是你们自己做得好 王安光稍作停顿 洪兴泽的这个定价 很易说啊 既保证了自己安全 合情合理 又完成了我们的任务 回去记得好好表扬两句 杨永江文听大喜 虽然只是转达 但相信洪兴泽也会很高兴 毕竟是书记表扬 以后书记推荐一下 或许路就宽了 谢谢王书记 不用谢我 我王安光在官场上讲究的就是一个义字 凡是我的人 我都是赏罚分明 就算是做不到 我宁可让对方负我 我也不负对方 王安光眼中闪烁豪情说道 杨永江很感动 听得热血沸腾 尤其是想到当日在常委会还在力保秦川一幕 言行一致 说道做道 这让他内心也对王安光更加忠心耿耿 死心塌地 王书记放心 我一定把自己该做的事都做好 王安光满意点头 我相信你 好好努力 柳东邦在这里不能太久 他更多就是过度 杨永江想到现场位置 双眼放光 充满期待 王安光又激励两句 杨永江兴奋离去 杨永江回去后 将王安光的肯定转达给洪兴泽 洪兴泽非常高兴 更是极为卖力 王安光此刻已经拨打苏定天电话 王书记好 苏定天接通电话 连忙恭敬地说道 电影成土地的事 县政府党组会已经通过 价格定在三千万起拍 这个价位很合理 而且潜力很大 王安光说道 另一边的苏定天 文听同样高兴 这可是他为组织做的第一件事 成功了就可以扭转当前的被动局面 我马上通知苏豪做好准备 钱还是要准备充分 谁知道会不会杀出来一个程咬金 王安光还是谨慎地叮嘱道 我明白 苏定天打包票说道 王安光挂断电话 他思考片刻后 又给杨永江打电话 让洪兴泽在规划中加入一些限制内容 尽量让这片土地 不要成为开发住宅土地 这样可以限制一些企业竞拍 尽量给苏豪减少竞争对手 可以说 为了这件事 王安光也是真的卖力了 苏定天拨打苏豪电话 苏豪这一次很快就接通 爸 有事吗 我很忙 苏豪正在一个工作室内 里面有十几台电脑 十几个人正在做录像剪辑 至于录像 那就是不健康的成人小电影 现在他们是真的批量生产卖钱 每天都裁员滚滚 若是可以 都不想搞什么竞拍土地 或者是什么电影公司 这个多赚钱 你小子能忙什么 该不会又与女人在床上吧 注意身体 苏定天带着父亲微言口气说道 看你说的 我哪里有那么不务正业 而且我年轻身体好 反倒是老爸你啊 要注意身体 苏豪笑着说道 找打事吧 苏定天隔着电话 都老脸通红 别别别 我是真在忙 准备那一个亿的事 苏豪连忙说道 我打电话就是这个事 现在土地规划已经结束 竟拍起价三千万 非常低 你有一个亿足够 苏定天笑着说道 放心好了 我一个亿已经搞定 苏豪自信说道 那就好 千万不要出现差错 否则这件事就麻烦了 苏定天都没问怎么搞定的钱 反倒是不放心地提醒一句 我又不是小孩子 不会的 苏豪自信满满 有事即使与我汇报 我也时刻关注这件事 苏定天最后还提醒一句 才挂断电话 苏豪现在是真自信轻松 想到赚钱 立即开始督促众人 加快节奏剪辑小电影 转眼又是三天过去 关于土地规划竞拍的事 已经在县委常委会通过 计划在三天后组织实施 现在开始对外招募竞拍公司 王安光将杨永江叫到办公室 王书记 你有什么指示 杨永江恭敬问道 这个静拍 你们已经在规划里 将土地使用做了限制 这个很好 但现在我还是不放心 想让你们在静拍方选拔上 要加强控制 王安光沉思说道 王书记具体什么意思 杨永江有些不懂问道 王安光手指轻轻地敲击两下桌子 为了保证静拍方有实力 你要让对方先缴纳一个亿静拍资格保证金 这样会让很多没资格的人退出 同时也可以保证 我们这次静拍 不会让人怀疑 其中有什么猫腻 杨永江闻听大喜 立即对王安光竖起大拇指 王书记真高明 王安光淡然一笑 又继续说道 当然了 在做好这些的时候 也要注意找几个公司进行帮忙围标 总不能让静拍就是一家独唱吧 那样就太明显了 杨永江连忙笑着点头表态 我回去就与洪兴泽研究细节 王安光很满意 又说了一些想法后 杨永江离开 很快 关于这片土地静拍的事 又出台详细细节 报到柳东邦那里时 柳东邦都没在意 他就知道幕后有操控者 就是一个过场而已 现在他和陆宇就是在等幕后的人站出来 陆宇此刻已能够独立行走 就是不太灵活 上下楼台阶还需要有人搀扶 这已经让陆宇很高兴 尤其是能自理生活 这让他减少很多尴尬 病房门被推开 圣灵云走进来 他依旧是带着平日的高高在上 那就是天之娇女的高傲 他的这种高傲 与萧孟臣的天之娇女还不一样 萧孟臣至少给人感觉 就是让人舒服 圣灵云让人有种压迫感 普通男人在他面前 只是感受压力 就会不敢直视 不过陆宇现在已经开始习惯 看到圣灵云 笑着说道 你看我都能走路了 圣灵云撇撇嘴 看你得性 我应该录下来 将来给你学走路的儿子看 让他知道 你现在就是幼儿学部 陆宇闻听 头有些大 他真想说 将来他儿子的事与他合观 再说了 谁说一定是儿子 圣灵云也觉得自己的话有些过头 连忙转移话题 土地竞拍的事 又出台了细节 现在的丰都县 可是真有意思啊 陆宇已经听出圣灵云不满 笑着说道 这不是很好吗 要是这些人不出来 我们怎么能够看透看穿呢 成灵云白了一眼 你们这些官场上的人 都是一群该送进去吃窝窝头的 要不你送我一千亿 然后把我送进去 陆宇调侃道 你真要 圣灵云眨动长长睫毛的性眼 笑盈盈询问 陆宇吓得连忙摇头 不要了 胆小鬼 圣灵云娇称一句 接着横了一眼 你要两千亿我都给 我也不会举报你 那么好 陆宇明白什么意思 故意装作惊讶 当然了 我们家招个上门女婿 然后每天在家里洗衣服做饭 睡地铺 圣灵云说到最后 自己都忍不住笑出声 陆宇也忍不住大笑 看来现在的女婿文害了不少人 更是毁了不少人的三观啊 还不是你们这些不思进取的臭男人 每天就等着不劳而获 做梦前都是自己的 美女都是自己的吗 圣灵云故意气哼哼道 我好想没有吧 陆宇一脸辩解 你的钱 倒是可以包养很多女人 圣灵云说完 瞟了一眼陆宇的身体 就是不知道你的小身子板 能不能承受住 陆宇感觉全身 都是一阵鸡皮疙瘩 但是他很快就冷静下来 你肯定是了解过我的底细 废话 我难道还能不了解一个人就去 圣灵云说到一半 连忙停住 差点说走嘴 承认自己喜欢陆宇 陆宇已经听出来 连忙笑道 竟拍的事 近人事 听天命 尽量退出就好 我真想为你出政绩 圣灵云突然严肃认真的说道 我知道 但我更希望为丰都县老百姓做事 而且这片地 最后还是得你来开发 陆宇非常坚定 好吧 我听你的 要是不能实现 你就赔偿我 圣灵云怒气消失 反而奄然一笑 我赔偿什么 你又不差钱 陆宇苦笑 圣灵云差点说赔偿人 就在这时 齐雅如满脸焦急地走进来 齐局长来了 陆宇笑着说道 齐雅如看了一眼 成灵云 点点头 看向陆宇 但是没说话 圣灵云知道 因为自己在这里 对方有些工作 不方便谈 很自然地看向陆宇 我先回去了 慢走 陆宇客气回应 圣灵云微笑点头 转身出去 剩下齐雅如和陆宇两个人 齐局长有事说吧 陆宇露出认真聆听表情 刚刚我从省厅那边接到密件 他们监控到丰都县有个窝点 向境外某个成人网站上传成人小电影 让我们加强监控 争取一举破获 齐雅如带眉紧促 眼中闪烁怒火说道 还有这种事 陆宇脸色阴沉 同样眼中含义闪烁 是的 但省厅目前也没找到具体IP和地点 无法确定 所以才通知我们加强调查 齐雅如面露遗憾 继续介绍 这件事让金宁来负责调查 陆宇当即决定 他行吗 齐雅如明显怀疑 放心 他这个人可信 你将注意力都用在丁立强案件调查上 陆宇表情坚定说道 齐雅如服从点头 那行 我给金宁打电话 让他过来 陆宇同意 半小时后 金宁来到 陆宇看向金宁 金局长 刚刚齐局长接到省厅通知 封都县有人向境外提供成人小电影 你成立专案组 负责调查这件事 金宁诧异看向陆宇 显然没想到陆宇会这样相信自己 齐局长还要重点放在丁立强案件的破货上 所以时间和精力有限 这件事只能辛苦你 陆宇说道 这倒没事 只要陆局长相信我就好 金宁诚实说道 都是好同志 有什么不相信的 陆宇表现得倒是非常淡然 金宁心中对陆宇按赞 表情充满激动 点头同意 接受任务 齐雅如又与他详细说明一下后 两人离去 陆宇言底冷意很浓 没想到封都县民间竟还有这样垃圾人物 苏定天这两天比较轻松 一方面 纪委监委的进驻调查 现在看就是雷声大 雨点小 不用过于紧张 另一方面 开原地块的拍卖马上就要进行 经过几次运作 现在已经变得就是内定苏好 这样一来 电影城很快就能建起来 到时候就可以选到漂亮女人 他想到能够让上面开心 内心就非常高兴 苏定天忙完工作 下班回家 当他回到家中时 打开门 突然闻到一股饭菜香味 站在门口愣了片刻 他老婆这些年 就是一个不沾烟火气的女人 从来都不会做饭 这是谁做饭 看向厨房方向 正好厨房门打开 管如燕的笑脸从里面探出来 苏书记回来了 苏定天看到是管如燕 他脑袋直接大了好几圈 最近因为上次的警告 管如燕已经有几天没联系 更没见面 今天怎么突然跑来 更让他想不通的是 这个女人怎么会有家中钥匙 管如燕已经看透苏定天疑惑 他手中端着菜从厨房出来 笑着看向发愣的苏定天 苏书记 上次我离开时 不小心拿错钥匙 将你的钥匙拿走了 今天来送钥匙 苏定天猛然想起 上次管如燕来这里后 第二天他上班走时 发现钥匙串上少了防盗门钥匙 以为丢失也未寻找 就拿一把新钥匙 没想到被管如燕拿走 至于管如燕说的拿错 他才不信 那就是胡弄鬼的话 但没有揭穿 苏定天压下心中生腾起的不悦 表现得倒是很自然 有美食吃 好幸福 管如燕听到苏定天这样说 也是长出一口气 但内心反而更警惕 因为他看出苏定天非常愤怒 现在这个态度 明显就是在演戏 就是在伪装 但他也不拆穿 风情一笑 换衣服 洗手吃饭吧 我去端菜 说完 转身扭动郊区走向厨房 苏定天看向管如燕背影 前面因为系着围裙 看不清着装 看到后面 他差点鼻血出来 穿得净是刚刚盖住翘臀的黑色睡裙 微微有些发胖的腿 被黑色丝袜包裹住 显得消瘦几分 却又充满十足弹性 风情万种 管如燕虽未回头 但能够感受到苏定天目光 他故意低头捡东西 裙底更美 风光出现在苏定天眼底 苏定天感觉整个人都热血沸腾 原本已经要对管如燕没有的欲望 就像火山般喷发 但他还是压制住 走进卫生间 洗手洗脸 看向镜子中的自己 苏定天突然有种莫名的冷静 管如燕这个女人早晚就是雷 一个女人越是对一个男人无所顾忌的诱惑 那就是越没底线的冲破 一旦要是不能如愿 恐怕就会陷入万劫不复 她忍不住全身都是冷汗 眼底泛起一股寒意 或许管如燕也应该像宁柳妮一样处理掉 毕竟 现在的宁柳妮即使在纪委监委 但依旧非常老实 这就是处理的结果 苏定天心中已冻杀鸡 出来时 管如燕已将饭菜准备完毕 更是带来了家中珍藏的拉菲苏书记 我们吃点喝点如何 好啊 苏定天倒是很自然地坐下 目光在美食上扫过 笑着说道 真没看出来 你是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的好女人 哈哈 我难道不是上得了床的好女人吗 管如燕嘴角都是盈盈笑意地看向苏定天问道 苏定天哈哈一笑 实色性也 我们先吃饱肚子再说 免得美食凉了可惜 当然可以 管如燕温晚一笑 给苏定天倒上酒 这个洋东西我喝不惯 我去拿点白酒 苏定天起身进入房间 在出来时 手中已多了一瓶茅台 朋友们 这期分享到这 我们下期继续吧 这个洋葱 我去见到 给苏定天